你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总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仪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再去关注的议题 那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还可以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我们也期待您透过捐款的方式来 支持我们捐款的相关资讯 在我们的节目栏当中都有 你只要点进去就可以快速的方便的来 给我们表达一些您的支持的力量 公库其实是一个独立媒体 我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底下 大部分都是以所谓的现场新闻的报道 Daily News为主 但是我们也会期待做一些深度的报道 那最近公库做了一个深度的报道 去比较台湾跟韩国消防员 所面临到的问题 以及筹组工会的困境 还有两国的政府到底怎么样去回应 消防员所提出来的种种诉求 有没有改善的机会跟可能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邀请到的 公库记者洪玉珍 在我们这个report story 从记者的几个现场的采访 现场的观察 以及他背后的整体思考的方向 来跟我们分析 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 Loco你好 管老师好 以及各位灿烂时光会客室的观众朋友 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非常谢谢看到你做了这个很棒的一个专题 我想很多人看到很多的 特别是消防员的一些朋友们 都在转传这样的一个报道 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 也期待你可以到公库的网站 来去看这样一个非常精彩的 这个难得一见的这个报道 那我想先请教这个Loco 就是其实在公库的这样一个组织形态 其实要做专题 其实会花比较多时间 而当我们在做专题的时候 就会去 让我们一些所谓的daily的日常的报道 大概就会必须要去减量 因为他必须要合乎一个 基本的工作跟报道的状况 那在这样一种状况底下 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你觉得你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专题 这样的一个报道 对 就诚如管老师刚刚讲到 因为公库的人力非常有限 所以其实要开始一个专题 对我们来说 等于是我们要减少平常去做一些daily新闻的产制 也会有这样的压力 可是对我来讲 这个专题的启发 其实要从2019年开始谈 因为那时候 等于是我刚进来公库工作没多久 然后再就接到一个议题 那个议题就是关于消防员他们要争取生命三权的这个修法 那那时候我在这个议题里面其实就是打滚了一阵子 可是也是有点摸不着边际 就等于说才刚入行嘛 然后又接触一个立法院的修法 好像又跟消防员有关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 自己也还在理清 那简单来说呢 当时的这个修法 它是包含所谓的生命三权 它包含资讯权 退币权 以及调查权 就这三个 那这三个其实可能一般民众会觉得没有特别怎么样 那我可以解释给大家听一下 那主要来说的话 像资讯权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地方它发生火灾的话 那法律上明定是指说工厂的业者 你必须要提供一个你的厂区配置图 然后让消防单位可以了解说 你哪边有放什么危险的东西啊 或是哪边可能会有人之类的 然后去做一些抢救跟现场及时的应变 但是这个修法的结果 后来是变成只有工厂业者 他们才需要提供这样一个资讯 那大家就可以想一下 换句话说 如果今天火灾发生在商办大楼啊 或者是我们所谓防疫旅馆等等 其实业者大可不必拿出任何资讯 他也没有违法 那消防员进去到底是生是死 也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其实这个修法也蛮重要的 那这是主要资讯权的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是关于退避权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火事非常的严重的话 其实消防员他到底要不要进去 因为他有可能进去是送死而不是真的救人出来 那当时对于蛮多消防员来说 他们可能很需要一个确定的命令 就是这场火灾你可以不用进去 因为火势太强烈 而且搞不好里面其实没有人啊 你根本不用进去冒险 但这个争取过程也非常坎坷 所以最后的修法结果是变成说 主管机关也就是内政部消防署这边 他们可以来订定到底怎么样才是可以行使退避权的状况 那这状况这修法结果我觉得当然民间上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嘛 因为如果今天突然发生火灾 主管机关他要怎么去反应说 哎你可以不用进去 哪有那个时间去做这些反应 对 对 他其实是有一个落差 那第三个再来讲到的就是调查权 也就是说当一些灾害事故发生之后呢 其实主管机关这边要去做灾害事故的调查 避免说 哎下次如果又有同样规模或同样类型的火灾发生 我们消防员可以怎么样保护自己 可以让制度做的更完善 那大家也可以反思一下 在没有这个修法之前 到底有多少殉职案是真的有被调查的 其实这都是一个黑洞 而且我觉得是一个很可观的状况 对 这是我当时就是2019年接触修法的情况 那其实我就是像前面讲 我是一个懵懵懂懂的状况嘛 那是后面到了去年2020年的 2021年的6月 然后发生了彰化乔友大火案 那当时等于是乔友大火案 他也等于是修法之后的第一起灾害事故调查会 展开的一个案件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等于才回过头来看说 哦原来2019年的修法 在这个案子上 他是怎么样去落实 或是家属实际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就知道那个实际的执行的状况是什么 因为修法可能是一回事 可是在实际在这个操作的时候 实际在使用的时候 恐怕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没错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等于 我除了调查 也不算调查 就是去详实的记录 小友案他的过程之外 我同时也接触了家属 然后才发现说 哦原来这个修法结果 跟家属所期待的也是有落差 然后跟民间所诉求的落差更是大 那在这些密切的接触之后 刚好我们也在 就是去年的7月初 看到网络上的一则贴文 就是关于 海国可以筹组消防员工会 这样一个讯息 对对对 那当时其实也直觉说 嗯为什么 原来他们还没成立哦 这样就是还想说 那不然我们可以来观察看看 看要不要探讨这个题目 当时有这样一个想法 所以这是因为 你自己的采访的经验 或者是从法规 然后想要看了一个现实的 这个执行的状况 也发生了这个 悄有的这个大祸 那当然也因为偶然的 看到了一则报导 使得你开始 这个想要去做这样一个 一个报导的一种方式跟内容 特别是一个跨国的比较 那当然也许 这是大概谈到你的 这个所谓的报导的缘起 为什么开始去做这个事情 那可以简单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报导的内容 大概谈到哪些主题跟面相呢 嗯 就是这篇报导里面呢 我们主要去爬叔叔 过往在台湾的话 消防的制度改革啊 或是装备上 然后人力上这些 它的调整跟异动 那跟韩国这边来做个比较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两国其实可能有些相同之处 也有一些相依之处 那包括说 两国是怎么样 民间是如何去积极的 争取筹组工会这件事 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谈起的 那以前又做过哪些努力 或是可能民间有遇过哪些困境 去做一个类比 那这部分当然 就是属于民间的团体的声音嘛 那另外一部分 则是关于政府的部分 就是来看说 那政府机关他做了哪些改革 在台湾 历年的总统 有面对到哪些训职案 然后可能有没有开哪些支票 那在韩国南韩 这边是不是也有发生 类似的事件 我们去爬叔这些 然后进一步做个比较 所以最后整个报导的话 我们除了呈现他比较的结果 那当然我们也特别就是 有找到这个南韩民主老总 然后他底下的全国公务员工会的消防本部 然后全南支部的秘书长 就是梁胜焕先生 然后请他来跟我们做一个视讯访谈 然后进一步了解到更多 包括他历年跟着他们所谓的消防协议会 就是还没有变成工会之前的一个小团体 然后从消防协议会开始 怎么样去努力争取 然后到现在他们觉得 就算成立了工会 可是其实是不是还有哪些可以改善 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这边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相对应的借禁 我知道你好像有在学韩文 然后也很喜欢韩团 但是我不知道你的韩文是不是已经可以达到 刚刚谈到视讯采访 或者是去做韩国资料收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那这当时我也很好奇 就是你到底怎么开始去做采访的 然后刚刚谈到一些缘起 然后大概有什么样的 然后采访呢 采访可能才是一个更实际的困难的地方吧 是没错 就是虽然我平常是有在接触韩文 可是因为我学的就是业余时间去学 所以其实就没有到太认真 然后我自己偶尔是看得懂 可是要很流利的去对谈 或是书写书信的内容 也是完全不行的 然后我那时候 其实找资料的时候 我等于是台湾这边 只要有翻译成中文字的内容 基本上就是都会看到 然后也会收集起来 可是另外一部分就是关于他们的官方资讯 那这个资讯对我来说也很头痛 因为他们跟台湾一样会去做 历年来的一些 例如说年报啊 或是他们的 台湾是指韩国政府吗 对 然后就是有点类似台湾的消防署 就是南韩的消防署这样的单位 对 他们会统计每年可能发生了多少案件 然后人力比啊 或者是他们的服务人口比这些资讯 就我有反导 可是重点是我看不懂 然后我就整个从第一页开始看 然后就想说怎么办 因为我们到网页上可以用 Google Translation去做翻译嘛 可是重点是那很有限 而且我不可能一页页这样去看 而且我还有很多的 我想应该有很多的表格吧 因为我看台湾的这些消防 下万年报 那个光是要去读懂这个数字的 呈现的意义 还有它背后的意义 其实都要花一点时间 更何况是一个 韩国的官方的报道 官方的一些报告的内容 对没错 然后我后来就是有找出一个规律 我发现他们的一些图表资讯 都会放在最后面嘛 就跟台湾很像 然后我后来就想说 好我就看得懂图表就好 所以我就都会把每一年的年报翻出来 然后拉到最后面 然后它的图表就是 其实蛮亲民的 例如说它可能画了不同大小的图案 然后可能下面就会写数字 那这时候我就用那个手机的 就是Google相机 然后去照它 然后翻译一下 然后大概想一下 就是这翻译一定会有误嘛 只是我就是看这个图片跟数字 然后再去推敲 或者是我自己再去做精密的翻译 然后翻译说 对对对好 那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再把这些资讯 截取起来 然后整理起来 然后甚至是我们后来 还有做一个大事迹 大年表 就是去放说 韩国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 那台湾又发生了什么事 对去做一个对比跟整理这样子 这的确是要花蛮多时间 除了要去了解 你还要去转译 那同时还要去做比较 比较之后还要用这个图表去呈现 这也是一个层层的这种转移的过程 层层的整理的过程 其实这也是我们看到 虽然可能是一个数百是上千次 说几千次的报道 可是在背后的这种功夫 背后的力气 背后的团队合作 其实是花了非常多的心血跟心力 那我想再回过头来谈一下这些报道上面的内容 刚刚 Loco已经大概跟我们讲了一下这个报道的大致的状况 那当然从一个报道的过程当中 除了呈现之外 或者是资料的整理之外 我觉得对一个新闻工作者而言 另外一个很大意义就是发现 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发现了台湾跟韩国在消防员的这个部分 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吗 例如说包括政治的政府的这个体制 包括他们的工作业务 包括他们之间的主工会的历程 我们看到在台湾花了很多时间 在讨论有关于消防员主工会的议题 但是到目前为止也还不能够主工会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看到了什么样的两边的差别 对就像刚刚管老师说的 其实两国之间在争取这个主工会 都是经历蛮长的时间 而且如果各位观众朋友或听众朋友 对于台湾的消防员状况不了解的话 也可以看我们之前的 参赖时光会客室的节目 也都会发现有更多内容 那其实在这整个资料爬梳过程中 会发现说包括台湾跟韩国很多相似的 例如说一开始他们的消防体系 都是依附在警政体系底下 那后来等于是警政跟消防才独立分开来 变成不同的单位 然后去主则不同的情务内容这样 那另外还包括说 在装备上 其实都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消防员常在说 我们的装备不足啊 人力不足这样的问题 那在韩国也是有同样的情况 就等于说韩国消防员 他们甚至我们在访问 这个梁胜焕先生的时候 他还说之前他们甚至要自己 自掏腰包去买自己的消防装备 这跟台湾的警销是很像的啊 对 然后我就还问他说 那你自己呢 你自己有买过吗 他说当然啊 大家都这样买 你也只能跟着买 对 所以其实这个 我觉得他要比荒谬 大家一定一个比一个更荒谬 但是反观来看的话 因为为了解决这个设备的问题 韩国政府反而在税制改革上 等于说他们把香烟税的税额提高 那提高的部分可以拿来做转款专用 去做消防设备的提升 对 那其实就可以看到说 他们确实在制度上去做改革 而且他们也避免说 以前其实有编列一些消防预算 但是没有转款专用 那现在我们让他来转款专用 去做这样的落实 不过其实即使有这样一个改革 或者是在预算的提供 但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 这个韩国的消防员 其实也有很多的 这个受害的过程 当然我们看到前几天 也有传出一个韩国的消防员 在执行勤务的时候 不幸上升的这样一个消息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要请Loco再继续告诉我们 就是他看到两边的这样一种 体系上面的不同 那在韩国他们的 整个的争取过程是怎么样 就是在台湾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改革 是用生命去换来的 那但是我们看到有没有生命去换 这个改革速度似乎是相对比较慢 可是在韩国呢 他们也一样要用生命去换 这种所谓的改革吗 那他们改革的速度又是怎么样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过头 跟大家再继续讨论 在我们协会成立之前 大家的印象就是消防员就是英雄 消防员就是牺牲 所以他有消防员死亡的时候 他大概会上新闻的时间点就是三次 他事发当天 公祭 中间有长官做总统台 再来就是公祭 再来这三次之后 就不会有人在报道他们的事情 最想要的其实是跟行政机关能够对等的协商的这个权利 因为协会过去以来都是以受谈法人的身份在争取权利 但我们就会遇到一个实际上的问题是 每个县市在一开始都会问说 那你凭什么代表全台湾的消防员 在不断的这些殉职案里面 其实你会发现说 当他每次的调查报告都是归咎在基层的抢救上 你一个基层消防员 你要跟谁沟通 因为永远都会有人跟你说 上面的人说什么 现在中国是7月6号的 去和台湾南云干都要与众部緣剧 相决安全市场 中国的有幛搭謀要 禾替代表 台湾 阳 总统台湾 首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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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台湾站U breakdown湾 Animal Kickstarter 十年来 Во国的集城的消防员 各式救灾、火灾等等 跟易消 总共殉難了56人 不管是他的配備 他的工食 他的健康 他过劳的这个状况 还有他的训练 其实方方面面都是需要有一个 他的工会 自己的工会 然后为他的自己最基本的权利来捍卫 大家有一个观念就是 组织工会不等于罢工 其他国家我们看英国 他消防御组织工会有100年 那我们看包括美国 临近的韩国 英国法国 他们也都很早让消防御组织工会 但是他们并没有造成 一般民众生活上面或相关权益的损害 我是觉得要解决这些问题 除了我们单在制度上面精密的修改 第二个还是必须从这些劳动者的角度出发 给他们一定去做讨论跟别商的权利 我们让整个社会对于消防人 应该是要是一个怕痛也会喊痛的一个人 我们是要去跟这个制度去做对抗的 然后我们是希望未来 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进出国厂 大家好 我是智凡的妈妈 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播空来这边参加 智凡的追思晚会 我只能再次再次再次说谢谢 但我更希望 县政府能给我们一个真相 还有能够大家能够支持 消防组织工会 谢谢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谢谢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制造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新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议题 也欢迎大家透过的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 做更多更好的报道 做更多更深入的节目 今天又回到我们 report story的这个单元 就是我们会邀请公库的记者 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采访线上所做的报道 以及在采访线上所看到的这个观察 那在前一阵子公公库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就推出了一系列 有关于这个台湾跟韩国消防员的系列的报道 他做了一个跨国的比较 我们今天就要来邀请到这个专题的主要的直笔者 报道者洪玉珍来跟我们分享他所做的一些报道 以及他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 洪玉珍你好 关老师好 以及各位灿烂时光会客室的观众朋友 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洪玉珍LOKO 在上段的节目当中 你大概告诉我们这个台韩的这个在采访 你在采访过当中所做的一些发现 例如说他们其实也跟一样 台湾的这个消防员要自己去买设备买装备 然后同时在这里头也看到 他们的这个 这个改革的速度似乎比台湾更快 但是当然会改革 他应该是来自于 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政府的主动 但是通常很多的政府还是不会主动 如果会的话早就已经主动 那但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可能是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现象的发生 或者是来自于社会的各式各样压力 韩国的这个消防员 他们的实际的处境是什么 那为什么韩国政府会开始采取这些改革的措施呢 对就像刚刚管老师说的 其实政府如果会做的话 基本上民间就不需要再去做太多的努力 那可可惜 我们发现其实在南韩跟台湾都面临到说 民间他们一直在激情的争取自己的权利 那在这路上也努力了非常久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报道的第一篇 我们底下也有做了一个时间轴 就是有点是简单的让大家来了解一下说 历年来南韩以及台湾民间各自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那其中呢我觉得有一个蛮特别的是说 他们在2008年的时候呢 有透过当时的立法委员权英级去申请一个释宪 就是说现在法律上明定消防员不能筹组工会 这个法律是不是违宪的 他们要请大法官去解释 那很可惜哦 在2008年当时的释宪结果出炉 九个大法官里面呢 有七个人认为说不违宪啊 现在这个法律这样制定是OK的 然后只有两个大法官觉得说 违宪应该要让消防员自主可以争取工会 所以整个事件结果来看 就是说这法律并不违宪哦 因为很多大法官觉得是支持 并且认同现在现行消防员不能组工会这个状况 那这样的一个事件结果 我觉得其实对于民间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因为等于说我们社会一直在进步 然后甚至可以看到欧美各个国家 日本等等 很多消防的体制以及他们公使人力上的改革 还有他们筹组工会的权力都是不断的往前走 可是事件结果却是让他们只能在原地踏步 那对这个情况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打击 但是在我们的受访者梁胜焕先生 他的说法上他是觉得说 哎那虽然说有经历了这样的状况 但他们还是持续在争取就是消防员应有的权益 所以包括说他们可能会进行一些艺人的示威游行抗议 就是可能我一个人然后我穿着消防装备 然后我可能在对一些 比如说像台湾的就是总统府之类的地方 然后可能去做这样的示威游行 他常常在韩国或者在欧洲国家就看到一人抗议 他就一个人拿着诉求就安安静静的站在一个地方 那当然他们有时候会是集体的一种轮替的方式 对然后他说最主要是也要让市民了解说 哎现在我们南韩遇到的处境是什么 让更多人可以知道说哎原来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那当然这样的改革是非常漫长的 所以以至于说后来呢 他们其实也有在推动一件事情 就是消防员转型 就身份上的转型这样子的改革事件 那其实南韩的话 他们的消防员呢有分为地方型以及国家型 那有时候就是在灾害事故发生的时候 可能这个调度的状况就会非常混乱 因为这个灾害事故到底要调度 国家型的吗 国家型的消防员来协助还是地方型的 那也变成说哎有些偏远地区 他可能就只有地方型的消防员 比较能就进去支援 可是他可能是个非常大型的灾害事故 那偏乡他的消防人力不够 设备不够资源甚至不够 他怎么去因应这样的大型灾害事故 就常常也是有很多争议 那这是一点 那另外一个包括说他们在装备上 就刚讲的所有的资源上国家型跟地方型是非常有落差的 那这情况我发现其实在台湾也大同小异嘛 就例如说新北双北的消防员 他们的人力跟设备就会比中南部的消防员还要来的丰富 所以其实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 台湾跟韩国有点类似就是他们的资源 如何就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消防员的安全跟设备的状况的差异 是没错 那所以他们后来也去进行了这样一个倡议 就是说哎我们希望可以争取 不要再分为国家型以及地方型 我们全部转型为国家型消防员 等于说大家都拥有比较多的资源去做这个消防的设备啊 或是制度上的改革 那他们也有提出说这个不是只是为了保障我们消防员 这其实是为了让更多市民朋友 就是你们获得的这些消防安全的资源会更多 才不会说灾害事故发生了 反而没有人来救援这样 所以他们也成功推动了这样一个转型 政府就是也确实有落实这个状况 当然就是他们现阶段是还在逐步转型中 所以其实可能像梁胜患就会反映说 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他们的地方财政状况 还是在还是主要操控着这个消防体系的状况 那等于说还没有完全去回归啊 所以还需要时间去慢慢检验 跟慢慢去等于去检视说到底回归的状况如何这样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韩国的消防员他们怎么去抗议 或者是他们会出现在台湾类似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换改革的这种情形吗 对其实这类情形也是非常相似 因为在台湾我们常听到就是殉职换改革这句话 那在韩国他们常说就是人死了才有改变 或者是消防员火灾发生的时候 消防员常常是第一个进去 但是又必须被 等于说被设定为最后一个出来的这样一种人物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也有历年来也有经历过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殉职案 然后等于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不断争取说不要再用生命去换这种体制上的改革 明明政府你可以做的事情你怎么不先做好 反而要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殉职案来去检验说 原来这些制度是有缺失的这样子 在这个除了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是一个改革的过程之外 事实上在这个很重要的一种状况就是消防员他去做了这个抢救的过程 但是他可能没看到那个非常可怕的灾难 就难免都会造成一种所谓的心理的所谓的创伤症候群这样的一种现象 韩国的政府跟台湾的政府在这个部分有什么不同的做法吗 没错就是这部分其实虽然我们报道里没有提到 但也是额外收集到资料我觉得蛮有趣的部分 就是刚讲到的那个创伤症候群就是我们所谓的PTSD这个症状 那其实韩国政府呢根据我们访问梁胜焕先生他的回应是说 他们会设韩国政府有预定要设置一个消防员专用的医院 等于说尤其是特别针对PTSD的患者去做治疗 然后给予消防员不管是心灵上还是身体上 就是内伤跟外伤都给他们一个比较完整的保护 这样那这个东西他也有说 其实在落实一些跟PTSD有关的制度改革的时候呢 也会发现说越来越多消防员发现自己确实有这样的状况 因为他可能抢救灾害的当下他并没有想太多 可是他可能曾经一度濒临例如说呼吸不到空气啊或者是非常紧张 然后在密闭空间里的那一种很不安的感觉 他经历过可是他当下为了抢救他没有想太多 那这个可是这个经验却会存在他的身体里或是他的心灵 那等于说他之后可能到了下一个灾害事故现场 他反而这个症状会发作 然后才发现说啊原来我有PTSD这个情况 好像需要去追踪跟治疗 那他们就发现当韩国政府有开始去建构这个PTSD的治疗网络的时候呢 也有越来越多消防员发现 对自己确实或多或少有被影响 那可能在他们的工作情务上其实也会造成一些危险 那也等于是逐步有在接受治疗的状况 那可是在台湾的话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他被讨论的程度就非常的低 而且可能一般民众就觉得说消防员拿到什么PTSD啊 你就是应该去救火啊 你自己的工作啊 你不爽不要做啊之类 就是无限上纲 等于说没有去正视这个问题 可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台湾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只是政府他所落实 或是他做的一些制度上的改革 其实还是有待加强 或是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去追踪看看这样 刚才也谈到韩国是已经可以组工会了 那这个组工会到现在应该的时间并不是太长 那这对韩国的消防员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你在受访的过程当中 他们怎么去描述或者是去看待可以组工会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当他们可以组成工会之后可以做些什么吗 他们的劳动条件真的会因此而有些改善吗 对这可能组工会对大家来说 哎是个里程碑好像就成功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韩国消防员他们很清楚知道说 组工会也只是第一步 就等于说你后续的这些制度改革是必须不断的去跟政府交涉 甚至当你握有筹组工会的权力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真的运用这个权力去跟政府对等的协商 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那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他们虽然可以组工会 可是他们没有罢工权 那这部分他们也觉得 这跟台湾的老师是一样的 对那对他们来说 等于就是也是有一点缺陷的权力嘛 对所以他们也会希望说 哎那未来可以再凝聚各行各业的人 或是其他相关人员 然后一起去争取让政府知道说 让我们拥有罢工权 可能我们才能够谈到更好的劳动条件之类的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路 对啊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里面有很多更精彩的那些人 也欢迎大家到公民心动营记录资料库的网站上面去观看 去了解 那在这个采访的过程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刚刚Local也提到在这里头的一个 不同的这个遇到的语言上面的困难 或是其他各式各样资料搜寻的限制 那当然除了这些好像是一种 资讯上面的差别 但是有可能在资讯上面的困难 那另外一部分也会包括在采访对象上面 恐怕也是另外一个要去突破的地方 我看到在这个报导当中 其实如果从一般在报导会希望有一个平衡的 这个角度 似乎没有看到台湾的官方 对这件事情有一些回应 虽然这个里头提到了很多的这个内容 跟官方是有关的 那我也看到在你的报导当中有一些 其实有些立法委员是受访的 在影片里面是有的 可是在内文的引述上面 似乎也不是每一个立法委员 都有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表达的空间 为什么呢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困境 因为我原本以为说韩国的资料很难收集 那就是一定会遇到困难 但没想到台湾这边也是有点困难重重 那刚刚讲到的官方的资讯 其实像是我们第一时间想到可以受访的对象 当然就是内政部消防署 那很可惜的就是跟内政部消防署 大概谈了可能一个月快要两个月左右 可是这个议题他们最后是也比较不方便去受访 然后来回应过 那我是觉得可能他们还是要 为什么他们说法是比较不方便的原因吗 他们是简单来说的话是 他们觉得现在已经有很多制度在做相关的改革了 那可能包括说消防员从主公会这件事情 像考试院的全序部也在做一些讨论了 那可能他们会觉得这个部会之间已经都有在动起来 那也比较不需要消防署再出来特别说什么 等于可能部会跟部会之间有他们的考量吧 我不确定 对但我会觉得说这一题是迟早要面对的事情 因为大家不是只待在台湾 大家会看到各个国家的发展状况 那大家也会回过头来看消防署改革的速度怎么样 大家第一时间已经想要消防署 不管你各部会怎么去协调 大家就是这样想 所以我是觉得蛮遗憾没有问到他们 可是就也没办法 反正他们对啊这样的回应 那另外在立法委员部分 我觉得其实包括说各政党他们的考量 他们的立场 还有现在其实他们可能很多政党也还在收集一些资讯 或是对于这个所谓消防员组工会 在台湾现行的法律制度下该怎么推动 其实是有一些疑虑或是考量的 所以等于他们能够表态的状况 我觉得也非常有限 就可以理解 但是会觉得怎么是这样 所以其实从一个采访的过程当中 我们当然也希望不同的意见能够呈现 但是或许不同待会有他自己的一些考量 或者是他认为的困难 或者是他觉得时机是不对的 那不管如何 我们都愿意把这样的一个空间是撑起来 让大家是有一些对话 有一些讨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但是相对是一个比较可惜的 就是官方或是有些立委 他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或者是他们讲的东西 就是可能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大把握 也因此就没有办法呈现在这样的一个商场 当然也有可能也有一部分是 就是直接回绝我们的访问 最后想要请教这个Local 就是除了刚刚上面谈到的各式各样的 这些可能困难之外 还有什么在采访上面的一些遇到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每次都会问说 你采访的这一个报导 采访这一则新闻 采访这一个专题 对自己的最大的帮助又是什么 嗯对 因为我后来就是细细的在爬梳 自己这份跟同仁一起完成的专题 然后我就在想说 其实我们都有在讨论一件事 就是消防员主公会这个议题 到底可以在社会上引起多大的讨论 就是有点是一个效益的概念 今天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做了这个专题 可是它到底能得到多少的回向 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有在想这件事 因为我们要投注人力 投注心力去做 可是如果它的feedback很少的话 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好事嘛 等于我们也不确定它的发展状况会怎么样 那可是在这个讨论过程中 我觉得相对来说反而是受访者 给我的一个支持跟鼓励蛮多的 就很奇妙 因为照理来说 应该是我们给受访者一些支持跟鼓励 可是刚好相反 就是在访问过程中 我发现其中一个受访者 也就是乔友大火殉职案的消防员 陈志凡她的妹妹陈一竹 他就每次问她说 那你为什么要支持消防员组公会 因为我就想说 他在这个殉职案到现在 其实他经历了很多事情 包括他跟制度上去挑战 然后他从原本荧光幕后 愿意走到荧光幕前 甚至愿意很多场记者会都来 然后告诉大家说 他们的诉求就是要真相立碑主公会等等 我就觉得很好奇啊 你真的了解主公会吗 我自己有这样一个多疑的心情 对 然后我也会想了解说 你有了解就是消防员现在的困境是什么吗 那我发现他是真的理解 而且甚至在这个殉职案发生之后 他甚至看到更多体制上的不公补义 所以他才会让他知道说 其实在以前他没有站出来之前 消防员工作权力促进会 就是民间的声音已经出来争取很久了 那现在他自己也应该要站出来 那我那时候就也有故意问他说 你知道就是这种社会改革其实很花时间吗 就是有可能小孩子已经长多了10岁20岁 然后这个社会改革可能才真的落实 搞不好那时候才真的消防员可以主公会 你有想过这件事吗 这样 然后他就也是跟我说 有啦 当然就是有想过啊 就是这个路本来就不是那么好走一条路 这样 然后他也觉得愿意继续努力下去 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是他坚持下去 然后也让我觉得说 好 这一题不管有没有人看 我们做了这么努力 就是不管他的转传速度有多快 就算很慢也没关系 因为这就是一个里程碑 如果10年后的人回来看会发现 10年前这个时间点 原来韩国已经可以主公会了 那为什么台湾不行 刚好有这个东西可以看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就是这条路上大家必须要看到的一个风景 我们成为了风景 我的设定是这样 我想不用担心啊 等一下听完这一集节目 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 就会立刻到公库的脸书 到我们官网上面去点选这个文章 立刻去收看 但是当然他也许不会有很多的人 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如果我们不做就不会有任何的人看 但是我们虽然做了看的人也许不多 但是不做的话他就是不存在 这样的一些事情 而且我常常在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 他就是一个历史的记录者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没批 也许我们不见得只有很强的 这种所谓的批判性的力量 可是把一个事情原原本本 真真实实的记录下来 他其实有一天他就会发挥力量 其实你看公库的报道 常常会觉得说啊没有什么人看 结果你会发现一点一点的累积 一点一点累积 他就有一些的改变 这大概就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要做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面会不会很快的做一些改变 我觉得很难 如果会的话 这个世界早就已经翻过来了 所以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作为一个记者 作为一个媒体工作的 真的 那个初心是很重要 但是千万不要挫折太久 就偶尔会有挫折 我会觉得是 词仪我觉得很正常 可是那个怎么样走下去 可能是要靠着大家 包括媒体工作者的本身 还有所有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一起来支持 才有办法持续往下走的 那今天非常谢谢洪玉珍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这一个单元的这个report story呢 也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新闻采访幕后的思考 他的历程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次再会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记得看报道哦